库川 库川 怎么了 扶我起床脸吧 好 来 慢点啊 小心 怎么样 慢点 走 走 终点钟 终点钟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啊 终点钟 终点钟断 终点钟 顾川 顾川 你醒醒 顾川 你不要吓我 顾川 顾川 你醒醒 顾川 顾川 你会没事的 顾川 顾川 你冲不上脸呢 顾川 顾川 你会没事的 你会没事的 顾川 顾川 张明正死 顾川 你吓死我了顾川 我以为你又要丢下我一个人 不管呢 我没事 别哭了 我没哭 你好 请问是皮尔博士的助手 秦子小姐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请教您 希望您能回复我的邮件 告知我您的联系方式 万分感谢 江晓宁 喂 你好 我是顾川的女朋友 很冒昧地联系您 我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当面请教您 我刚好来上海出差 您有事可以来找我 您来上海出差啊 那我方便去找您吗 嗯 好好好 好的 好的 谢谢啊 谢谢 顾川 我相信你不会放弃我的 同样 我也不会放弃你 好好好 喂 老板 喂 我想请个假 为什么突然请假 我想带奶奶 去做个全面检查 老人嘛 需要时刻提高警惕 奶奶最近糊涂得 越来越频繁 咕咕腰不好 愁不开身 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 就是简单 做个检查而已 好吧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好 谢谢老板 还叫老板啊 谢谢男朋友 嗨 你好 是秦子吗 是江小姐吧 请坐吧 江小姐这次来找我 是要问我有关 机械心脏的问题吧 对 我在网上查了一些问题 我想知道 顾川的机械心脏 属于哪一类问题 我找了以下症状 好像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想 你不要再翻了 顾先生的问题 是罕见问题 不是常见问题 即便是皮尔博士 在世的时候 也一直没能够解决 你在网上能找到的这些 就更没有什么用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吗 不能换成生物心脏吗 顾先生已经使用了十年的机械心脏 你让他这时候换生物心脏 你让他这时候换生物心脏 存活率会非常低 那这样下去 他的心脏会怎么样 安全模式自动激活 安全模式 按照你的描述 顾先生的机械心脏 应该已经启动了安全模式 应该已经启动了安全模式 也就是说 他现在感受不到任何情绪 变成一个 会说话 能走路的植物人 他虽然感受不到喜怒哀乐 但至少 能够让他再多活一段时间 那如果启动安全模式 他的机械心脏 还能维持多久 这个不好说 但以往的案例 都没超过一年 我觉得你也不用那么悲惯 至少现在已经启动了安全模式 就说明他还能多活这段时间 说不定这段时间 其他研究室 就研究出新的解决方法了呢 不要放弃希望 奶奶检查得怎么样了 需要我去接你们吗 好 你不要放弃 总好 我去接我们 这 我们来 你坐我 你躲我 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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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坐 你走 我去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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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一段时间 听起来好残酷 这不就是死亡通知单吗 博士的初衷是想让这个模式 尽可能地为客户延长商业 至少有时间跟这个世界道别 不至于突然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